20亿打了水漂 为什么美国人见怪不怪 到底谁在控制美国 美国花了3.2亿美元 折合23亿人民币 建了个海上浮动码头 说要给加沙难民提供救援物资 但码头建好不到两个星期 海浪一拍直接散架了 面对外界质疑 美国政府开始找补 国防部副新闻发言人萨布里纳辛格说 在这两个星期里 通过这座码头已经给加沙难民提供了超过1000吨的救援物资 对加沙难民来说 任何救援手段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码头没有白建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不否认 码头运输的物资确实救了一些加沙难民 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明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比如制止伊斯列的暴行 再不济 还可以向伊斯列施压 让他们放开路上救援通道 可是 这些拜登政府都没有选择 他们宁愿的花大力气冒大风险 也要建海上浮动码头 事实上 这座码头在建造的时候 就因为海浪太大 延迟了好几个星期 投入运作以来 仅仅两个星期就造成了三名美军轻重伤 其中一人轻化危机 另外 还导致了四艘舰艇搁浅 说的难听点 美国有这些浪费 之前何必要拼命吸日本和韩国的血 逼着他们着急忙慌 找中国伸出援手 不过 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二十亿打了水漂 美国人竟然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 俄乌 巴义 两场冲突 美国拱火交游 让自己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就连国内民众都接二连三的站出来反对 但是 美国政府却还在不停的对外军援 这又是为什么 到底是谁在控制着美国 其实道理很简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民众的利益根本毫不相关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发起了上百次武装冲突 或者叫战争行动 每一次都有很多美国民众忧心抗议反对战争 但是 美国政府停止战争脚步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战争机器 美国军工复合体需要战争 有战争他们才能中饱四囊 有战争他们才能受割民众 早在去年年底布林肯就说过 原无自己90%都留在了国内 留下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布林肯将这称之为双赢 乌克兰赢美营不知道 军工复合体反正是赢麻了 在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当然就要四处制造战争了 另外 八一冲突还多了一层面纱 因为这关乎到以色列犹太人的安全 而美国的犹太集团不只掌控着美国的金融医药 还控制美国的舆论 教育 法律等 可以说 要不是TikTok等正义媒体发声 他们还可以更加深度的蒙蔽美国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民众见怪不怪 也就不奇怪了 正所谓海富马头散成空 浪排残骸院驻屋 军工复合 驱战火 犹太集团党与花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